《佛教小故事 人生大智慧》 《边雷墓碑》 今天讲一个劝法菩提新闻的故事 在南京甘江苑 有一户养雷的人家 这家人的儿子才十三岁 母亲就过世了 这位母亲平生没做什么善事 又因为偷窃丈夫的四两银送给他人 死后堕入畜生道为雷 投胎到他原来的家 已经十六年了 有一天 这头雷背着粮食回家中 因为连老而行动迟换 儿子很生气地鞭打他 他只能够望着儿子散言泪下 儿子并不知道眼前这头雷就是他的母亲 虽然见到雷哭 亦无动于冲 硬拉着他回家了 到了半夜 雷的魂拍出来和儿子说 我是你的母亲 我因为偷窃你父亲的四两银 所以死后堕落为雷生来还债 现在我的债已经还清了 我的苦难也解脱了 禁后你嫁雷的时候 千万不要鞭打他们 师父说 世间得到名利 这是一生的 我们能够享受的时间非常短暂 享受当中要做无量的罪业 这些所做的罪业将来一定要常还 绝对无虚幸 杀业如虫 杀众生的命 这是欠他的命 欠命要还命 欠债要还钱 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 我们如果真正看到前后因果 就不敢动一个妄念 不敢起一个恶念 不敢做一件坏事 因果通三世 迷惑颠倒的人只看眼前 不知道将来果报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i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